最近这个视频更新的速度变慢了 是因为纽约的天气突然就好了起来 出去拍摄的机会也就变多了 我当然也没闲着 忙着给大家测试了好几款新的产品 别着急 我会陆续的把他们的使用心得分享出来 之前的富士相机设置系列教程 当然也还没有忘 我会穿插着不同的主题陆续的推出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之前我推荐过这么一个H&Y Rival Ring的可调转接环 不知道大家都买了没有 感觉如何 其实和它一起送过来测试的 还有这么一个兄弟版本 把这个可调ND减光和CPL偏振滤镜 全都集中在了这样一个可调的转接环上 非常创新的这么一个三合一滤镜套装 它可以实现从1.5档到10档的减光效果 可以说覆盖了日常拍摄中比较常用的档位 那CPL滤镜我之前也介绍过 也是我平时比较喜欢使用的滤镜之一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升级版本 那这个滤镜看上去简直就是太方便了 一镜多用 但是真正使用起来 是不是可以做到买这么一个滤镜就够了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先来说说什么是VND 也就是可调减光滤镜 ND滤镜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它也叫做中辉密度镜 不同档位的ND滤镜呢 可以非常直观的就看到 玻璃的透光程度是不一样的 档位越高 它的密度越大 透光性呢就会降低 像是咱们戴的墨镜 镜片的颜色浅 它的透光效果呢就会好 看东西呢就显得很亮 镜片的颜色很深 它看东西呢就会很暗 给相机使用这么一个ND减光滤镜啊 它的主要的作用是起到减少光线进入相机 用来压暗环境光 降低相机的快门速度 实现特殊的拍摄效果 可调减光滤镜呢 是通过旋转这个滤镜 就可以实现不同密度的切换 在滤镜旁边啊 通常都有这么一个档位的标注 需要多少档呢 转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可以做到快速的变化 减光档位 不用一片一片的去换滤镜了 我呢一直特别想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减光滤镜 如果只是拍照片啊 其实可能感觉不到 为什么需要快速切换减光档位 但是呢 我现在拍视频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可调减光滤镜呢 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特别是在拍摄log格式的时候 像富士的Flog呀 它最低的SO为640 想要在日光下去拍摄呢 就必须要压暗环境光 站在同一个位置拍摄 前一秒拍摄的是有光线的位置 那曝光呢都很准确 突然换一个角度出现了阴影 它的曝光呢可能就下来了 那如果有时间去换滤镜还好 但如果是计时类的题材需要马上的切换滤镜档位的话 就来不及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可调的ND滤镜 那就显得舒服多了 这个滤镜的功能呢非常的多 既有这个可调的减光滤镜 又有CPL的偏振滤镜还带可调的转接环 它的优点呢当然就是方便 但是每个产品呢都有缺点 最重要的是这个缺点的底线在哪里 能不能满足咱们平时的拍摄需求 下面呢我就来吐槽一下我最近几个月的使用感受 可调减光滤镜的功能优点 刚才咱们也都说了 它转起来呢确实非常方便 但是我发现在使用这个MAX10档减光的时候 会出现奇怪的蓝光 我在不同的镜头焦段下 照片和视频模式都做了测试 只有在使用超长焦镜头的时候 这个蓝光才会消失 那我查了一下官方的资料呢 是说200毫米以上的镜头焦段 才不会出现这个蓝光 那看来啊 它在使用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样一来呢 这个滤镜虽然标了最高可达10档减光 但实际上啊 它真正可用的只有5档 因为平时咱们最常用的镜头焦段呢 都是200毫米以下的 除非平时是拍人像使用200毫米来拍特写 想要用最大的光圈来拍摄 我呢暂时还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的拍摄需求 有可能满足这个特定的条件 目前我用这个滤镜啊 有半年多了 大多数时间都是用它来拍摄视频 其实也很少遇到要使用10档减光的机会 就算是在日光下拍摄24帧 并且还是使用log格式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呢 在视频拍摄上 触碰到这个底线的几率呢 确实不高 但是如果您打算买它来拍照 用10档减光啊 那就不要考虑了 真的不能用 由于这个滤镜啊 它是C表一体化的 只要一装上这个滤镜 C表的效果呢 就会无时无刻的存在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多个心眼 时刻的注意一下 这个C表消除反光的效果 那遇到想要保留反光效果的时候 记得要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这里边啊 要吐槽一个事 由于这个滤镜的卡口呢 它的设计是这种伸缩的 安装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就是拧上 稍微戴上一点就行了 它不会像普通的滤镜那样 可以拧得非常的紧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发生没拧紧 然后这么一转C表 就会把整个的滤镜给转下去的危险 所以呢 我在调整的时候啊 都会扶着点这个滤镜 它的这个C表拨盘呢 比较的紧 转起来比较的费劲 而这个ND滤镜的调节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流畅了 单手就可以完成调整 转动 C表的时候呢 会带着这个ND一起转 但是调整ND的时候 C表不会移动 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 可能有点找不着感觉 毕竟它呢 和传统滤镜太不一样了 但是适应了之后呢 就不会出现这种卡不紧 卡不上的问题了 这个滤镜的镜头接口啊 和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个可调转接环的设计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也是分不同的卡口直径 您呢 需要看一下自己手头上的镜头口径 都是多少 购买相对应的尺寸 像我手里这几个镜头呢 是67 72 77的 刚好这个67到82的尺寸呢 就能用 我呢 手里还有这么一个40.5口径的镜头 特别的小 最近呢 我也用它拍摄一些视频 所以呢 也想要用这个滤镜 于是呢 我就又套了这么一个普通的转接环 把它给转到67到82之间 然后再装上这个滤镜 就可以完美的使用了 这样呢 可以把这套滤镜拓展一下 所以您在购买这个滤镜尺寸的时候 推荐以手上最大镜头口径为标准去选择 很多人说呀 不能套啊 其实啊 把这个大尺寸的滤镜套在这么小口径的镜头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向下兼容 因为这个滤镜呢 虽然它看上去很厚 但是呢 它的镜片直径其实是非常大的 完全不会挡住镜头 我呢 测试了一下 放在我这个超广角的镜头上 也就是这个1024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暗角出现 最后一定要说个重要的吐槽 那就是这个滤镜 它真不便宜呀 天猫的官方店2122块5 海外售价219美金 当然如果拿它去和其他滤镜单独去比较的话呢 它确实显得非常的贵 但如果这么去想 按照1.5档到5档的检光滤镜 那就相当于是5片ND滤镜 再加上C瓢的话 一共那就是6片滤镜的价格 这样看起来呀 它还算是能接受的范围 甚至还有点便宜了 这个滤镜啊 它的做工呢 还是挺不错的 拿在手里的感觉也觉得很扎实 镜片的镀膜也非常的精致 我呀带着它经常去风大的地方拍摄 密封呢 做的还是挺好的 目前也没有进灰 不得不说 我觉得和视频有关的设备呀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贵 所以还是拍照片省钱省事 总体来说呀 这个可调的检光滤镜和CPL的组合呢 使用起来确实非常的方便 但是我认为呀 它更适合拍摄视频使用 一来是视频拍摄本身对光线呢 就比较的敏感 环境光线变化比较快 特别是户外的拍摄 这个滤镜呢 真的可以做到 只带一个就可以了 应变的能力非常的强 再者呢 它可以节省很大的空间 不需要带好多片滤镜了 本身视频的设备呢 就比较的多 我呀特别害怕 带特别多设备 非常的累赘 那如果您只拍摄平面照片 这个滤镜显然不太划算 要知道十档减光 可是非常常用的档位 可是它呢 偏偏在这个档位 无法使用广角端 那这可就太闹心了 人家还是踏踏实实的 去买风光专用的滤镜吧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在这里呢 我会分享旅行摄影的技巧 和后期的修图调色教程 也会分享一些设备的 使用感受和心得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